暗底的事情又爆出來了 有時候我們見到一些情況 姐姐突然間血壓很高 我試過一單是她的血壓上到180多上壓 對眼衝了血 原來我們都會看你驗身報告沒有問題 三次驗身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突然間會這樣 原來她是有長期吃開血壓藥 她來到之後沒有複診 她沒有申報 沒有這些安排 她沒有複診 所以有這些情況出現 但是如果她當時沒有人留意到 她新僱了 而僱主也沒有買保險 就很大件事 除了醫療體系 僱主其實你們自己本身都要想想你自己 你自己都未僱 這個錢是真的不能省 因為我們都很惡然 這麼多年其實 講的是最早期請姐姐 講的是二十幾三十年前 才說不買保險 現在那個教育這麼良好 其實每個人都自己都很多份保險 除非有時候真的可能 完了 然後忘記了Renew 但是有時候 我現在發覺中介都很好 他們都會馬上提醒你 甚至乎有一些中介 甚至乎有一些中介 即是姐姐來到已經是麻煩 即是交收前 交收前已經是麻煩 僱主可不可以都拍一拍你 買了那份保險給我看 其實中介都很害怕 因為這些情況 講的是費用很高 如果她這樣離世 你想想要運她的遺體回去 亦都要一個人 即是又要陪同 又要買張機票給那個人 還未去到當地 所有的支出和成本 是很高很高的 大概多少錢 你月十萬不能離開 因為印尼其實不可以火化 如果那個僱主沒有幫那個外傭 買保險 由Touchwood發生了這些事 那究竟這一約的數字 究竟是個agent承擔 還是個僱主承擔 僱主要承擔 一個agent 其實正常就會走一個渠道 你要報勞工處 除了領事館 因為僱主是有需要她這樣做的 變了又是一個 不是那麼好的結果 除了你說 那個姐姐離世 當然大家都不想 而變了就是 中介都要跟那個僱主 要對著女 因為我真的要提出那個訴訟 這樣的 所以何必要搞到自己 去一個那麼糟糕的情況 那麼不好的情況 所以我們都會提醒 僱主請你們真的必須要買 勞工冒險 最基本的 你覺得醫療我不claim的 就買勞工冒險 我們餐廳那些都是這樣買 還有其實現在 甚至乎是很多的中介 他們都有包含這個服務 其實他們都非常之誠實 都是那個價錢 甚至乎有些中介 他們買的價錢 比我們便宜 自己出去購 所以我覺得 不如一次過 搞定的話 自己雖然是很忙碌的僱主 但是反而 中介又可以幫得到 讓大家安心一些 沒錯 所以真的一定要買保險 因為你看到現在 其實它的條例也多了 那怎麼辦呢 這份東西這樣搞的時候 其實對大家的影響 現在才是印尼 其實我們都預算 菲律賓政府 那些都會 去提升 菲律賓有沒有這樣的法案 當然有 逢輸出國都會有的 只不過就是 幾豐富的內容 或者是可以 我這十條條例這樣計 我這十條條例 我可以把它升到幾多升級 那你現在都講到明了 VVIP級 那當時其實 我們都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你這樣的VVIP級 我們同意的 因為你保護你的國民 是不是 但某一些東西 其實只是 那個國民去享用的時候 香港政府 你可不可以在一些政策上 去配合到呢 就是剛才所講 你一個宿舍 因為你也都會 譬如有病那些 你放在那個賓館 你也都會 讓別人感染 是不是 那好像剛才所講的 你放出醫院這些 你空置了的 是不是需要 看看怎樣處理呢 你的外籠也都多 或者可以怎樣使用 是啊 那也都同時間的就是說 有一些成本的東西 是不是應該分回 不是由僱主去支付呢 也都公平點去看 那也都第三樣東西 最慘的是什麼 我們給了Agent fee 跟著之後 但是他們只不過是 做了很短時間 就走了去 還有 是啊 還有我們都會看第三樣東西 也都持平一點的 會不會是一些海外的訓練等等的 也有一個要求 即當現在第三個地方 其他國家去要求我們香港的市民 的僱主 去符合某一些政策的時候 那相對地的 我們香港的政府 是不是可以 也都要求對家 是怎樣保障我們的僱主 那他們當時 其實我們提出過 當地 譬如印尼菲律賓領事館 或者國家都說 你們都保障不到 你們的僱主一定很好 我們的僱主很好 對 但是我自己的立場 都覺得 硬件的東西 你應該都要補到給我 就像我租一個酒店 你說明給我聽 這裡有間房間是多少尺 有張雙人床 我睡得舒不舒服是我的事 可能我喜歡軟床浴 你給了一張硬床浴 但是這些框架上的東西 是必須要有 這個情況即是什麼 是不是在海外訓練上 有一個標準呢 是啊 我覺得 我就比較無知 當我第一次 都十幾年前 開始請工人的時候 那時候都知道 我們給了Agent's fee 為什麼會這麼貴 因為包了一些培訓 所以我對那個培訓 是有一點期望的 我就想著 他們都會有一系列 可能會放床 好像一個Housekeeping 好像一個酒店 我就會 在腦海裡 就說 Housekeeping 每天回到家 都好像一間酒店 就好了 其實菲律賓政府 他們以前有一個 叫做Super May Program 他們這方面 真的很清晰 好像我們以前考家政 家政的會考 那樣的 我腦裡的圖片 一直都想著是這樣的 其實是這樣的 菲律賓是的 菲律賓是的 但菲律賓來的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他把瑜伽褲 把瑜伽褲 把瑜伽褲 把瑜伽褲穿了幾個洞 因為這個 他們還是放在很舊的範圍裡面 比如你這類型 比如瑜伽褲 這類型 他們不是放進這個範圍 因為他們教的是什麼 塗衣服 塗細褲 塗T-shirt 很普遍的 可以教之前 教了看那個 衣物標籤 是否別人說了 不用塗 所以我自己都會 其實都覺得 好心做壞事 現在 比如我也去了印尼 兩個星期 其實走訪一些 職業訓練學校 怎樣 什麼環境 這個環境 慘不忍道 為什麼慘不忍道 為什麼慘不忍道 因為這次我留那麼久 還有高山症 為什麼要留那麼久 就是我想在疫情之後 走訪一些職業介紹所 或者訓練學校 看看現在的培訓是怎樣 因為他們說 升級了 之前說要收錢 要升級了 的情況 其實真的有考試 但考試是用口說的考試 現在可能我用印尼話 我問你 你懂不懂執床 那你怎樣鋪床 首先我會把他養一養起 然後我會鋪向四個角 然後放好他 還有拉拉他 然後鋪一鋪 原來他們的考試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會知道 就很搞笑 我們問訓練學校 當然的是 我這裡有什麼facility 我家學校很好 中途我就因為 留了東西在酒店 就叫了陪我那個老師 你幫我回去酒店拿 就洗走了 我就直接去問學生 也找了香港的翻譯 去問 或者有些學生懂英文 或者是廣東話的 你這麼聰明的 他們逐個告訴我 原來是這樣的考試 那你就好看了 如果我這間學校 是一個比較合作的學校 他真的會提供一些完善的訓練 那當然沒有問題 但如果去這間是一個 隨便 是人有眼耳口鼻的 手腳齊全 我就來得香港 或者去得新加坡 台灣 就會很大件事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